大家好,我是繼續努力老寶石 上次說到我們來到這個島上 這個大午的私人島 然後就進入了這間房間 這間房裡面的全部都是神獸的對手 所以我就打不贏 現在我就打算回去 因為劇情上好像說 這個小光,即是我們其中一個敬敵 先轉回100厘 不,這隻 敬敵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被人抓走了,那我看看現在怎樣回去 現在怎樣回去呢 我記得之前好像也要經過這個動物才能回去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不能跳出去呢 是不能跳,哎呀,不能跳出去 那不要緊,要我走 我只要慢慢走 應該落一落就能去到 是不是這樣跳出去就行了 可以了可以了,很快 撐住我 好 好 好,待會去四天王買一買這個金噴霧 因為金噴霧有必要 好 接著就先買金噴霧 應該現在有錢 對,也算是有錢的 雖然不是很多 但也夠用的,這個數量 就是這個金噴霧 好,買了這麼多 小光在這裡被人抓走了 好,那我看到了 他原來就在橙華市 我現在就去橙華市去找這個小光 因為他說出去 想著去古君之路 就在橙華市門口 即是這裡 看到右手邊就在打架 不好意思 我打算回血 很奇怪 好,快點請救我 有沒有這麼差 小拳石 擺頭 不用問 又是你了 又想阻礙我們的組織計劃 這個模組這麼漂亮 好,這麼差 完全不值得我用這個隱形岩 他是...火癌 是嗎 一下就死 反正把手環交給我 任務失敗 不能奪走 撤退 但感謝那些火癌隊的殘黨 突然襲擊 我說要搶走Mega手環 之後就發動攻擊 好,幸好周圍沒有人 而且及時擊退了 我繼續修行 蛤? 有突發自然稱 你去到德文公司 事關這個風源的命運 有沒有這麼厲害 風源的命運 是甚麼 嘩 你看一來 一來就派到那兩個小小 一個小妹 一個小小的中間 這是甚麼 這個有筆 聊不到 這是甚麼地方 這些屋是改過來的 屋的模組 我未見過這些屋 好 看看 德文 好,廢 這個沒用 好,這間吧 好 好 來吧 這就是特意趕來 之前的會議 臨時中斷 因為出現了被當前狗的 滋動筋彈文 快點和我父親了解一下 想不到大不等的 你會在這裡 恭喜你成為新任冠軍 想當年的大不都是冠軍 當時大不戰戰兢兢 甚麼事都做不到 廢 現在不是聚咎的時候 不是有些更加重要的少說 對呀,我知道了 我們先講歷史 他今三千年前在一片遙遠的地區 曾經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戰爭 最後戰爭因為一個人製造的武器結束 你知不知道甚麼能力能夠驅使如此強大的最終兵器 沒錯,就是精靈的生命之力 他用武器虧身很多精靈才能獲得強大的力量 當然,很多人認為他應當被譴責 但我是祖父前任德文社長 就這樣說 我們不可以使用這個能量 來改進人類和精靈的生活嗎? 於是他在德文公司實現了最偉大的創造無限能量 多虧無限能量 德文公司在豐原獨樹一次 並發展成現在這麼強大的世界級著名大公司 你之前一定很好奇 德文公司的部件竟然是用來驅動潛水艇的無限能量 我們最近已經開始進一步發展 為了人類更長遠的發展 並且自定計劃下一步 將會移動到太空 在陸領宇航中心發射的火箭 就是用了我們的無限能量 那個是我們的夢的結晶 是我的激情 也是我們的科技 但我沒想過 他會成為用來拯救世界的最後希望 我這個開題有點長 現在進入正題了 現在進入正題 好 現在壓倒性的災難正在逼近 一顆直徑超過6英里巨大的隕石 正在撞擊我們賴以身處的星球 這個禦航中心第一時間聯合作我們 知曉了這個災難即將降臨 我們的對策又要用到火箭 為了實行我們需要流星的碎片 但不如現在馬上去流星瀑布 在我指定的目標 指定的位置收集這個隕石碎片 為了解決再次請你幫助 裡面有一幅壁畫 有一個隕藏的隕石碎片 幫我拿去 這個雨航中心 拜託你們 OK 想不到真的 因為啟示了千年前的預言 石碎洞瀑布 隨便交給你 OK 不好意思 原來搞錯了 我不是來這裡 沒有留意到 我原來要去的是去石碎洞瀑布 但是這個很煩 要開燈 因為這條路完全改了 如果沒有錯的話 看看能不能摸黑 不是喔 我沒有閃光呢 閃光應該有 但是 誰先學到 看看沒有人學到 算了 拿一隻不懂閃光 免得煩 好 反正應該不需要太過 太過什麼 太過什麼 太過 太過戰術 真的不用像打天王那樣 整隊人 整隊軍隊式 這樣出來 要有些什麼 下釘 那些 那就不搞了 應該都不用了 之後 咦 進來 但應該不是這裡 咦 上不去 我沒有單車 搞定 好 接著可以下車了 最討厭 踩彈車 因為很慢 嘩 不是吧 要走這些路嗎 之前我沒有走 好像沒有走過 嘩 幸好不是很難 嘩 嘩 被削了 沒事 這裡可以過去的 嘩 不是吧 玩這些東西 怎麼過這裡 搞定 這些不加速就搞定 嘩 這個夠多冷 都不對 這個 不是夠多冷 的 先 這裡上回去 下回來 那就是右邊 這裡 精靈球 這裡過來 神奇湯果 這裡有一顆 蛇 大幹蛇的 Mega石 是不是這裡 咦 不便之石 還不是這裡 走得這麼深入 是不是這裡 都十幾二十個圈 還不是這個 什麼 暗影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究極 不是 那個 紅藍寶石 ORAS 的劇情 希加拿 看來是真的 它真的跟這個長壁上一樣 這個表現為之原始回歸 另一個就是 Mega進化 我猜這個石板確實證明了 流星之文千年預言 並且我們的先祖傳給我們如何守護世界的知識 從正迫上看來 我們的先祖都曾經居住在這裡 如何防止由宇宙來的威脅 正如預言所示 至比天國更高之處 咦 你又來了 我們似乎都遇上大麻煩 你對這個有什麼興趣 你們都有另有目的 比如說 你在這裡拿一塊能夠給生存於天國之上的傳說精靈提供能源的流星碎片 沒關係 你知道吧 我一直很欣賞你 但我這裡是決不讓步 作為繼承者 我都有我的一責任 嘩 這麼差勁 你不是吧 一隻閃光 閃光 最討厭看到閃光 我告訴你 你閃光是不是很厲害 很厲害 你不永遠 好 很激烈的對峙告訴你壞消息 剛剛的過程我已經搶走了你Mega手環 流星碎片 在我後面拿 我呢 這個 找到了 你找到了 什麼 你說火箭隊的殘盪搶走你Mega手環 糟糕了 已經第七單被人搶走了 你先過來匯合 或者知道藏身之處 但你必須把你的隕石交給這個宇航中心轉換隕石能量 匯合之後我們再找火箭隊的殘盪一起拿回Mega石 我都沒有Mega手環 我都沒有用Mega 你搶我的手環幹什麼 我都沒有用 我都沒有用到Mega東西 你搶我的手環我沒有用 應該是說我身術根本就沒有 還是其實 其實有的 我真的不清楚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用過 尾昂中心 誰打花仔 屬性空在下面 欸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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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 為什麼在右上局都沒有人發現 我聽說你都懂得索藍絲博士 真是輕一怕 你的交際網真是講法 可以說 博士可不可以講一次詳細的計劃 當然我想你已經聽過一些情況了 我們的確切計劃是用無限能源 以及由Mega石中發現的人類生命能量 搭載我們的火箭 所以將 我們將以人工複製Mega進化時產生巨大能量 然後在太空中燃燒這份能量 在宇宙最靠近和最好的座標發射這個白火化的能量 希望將隕石擊碎成較少的火粒 這個燃燒在大氣塵以減少對我們星球的傷害 一項大膽的計劃 這個計劃成功了多少 乙航中心寫了剛剛說過 尺寸被觀測時又巨大化 根據我們觀測 兩天前到今天比 爆刺又變大了 從這個觀測而發現隕石 竟然有特殊的磁場 將周圍的宇宙隕石吸引過去 好啦 我們都不太清楚 但我們有備用的方案 如果能量發射器不足以毀滅 我們還有足夠時間將無限能量製成超級炸彈 用自動磚頭機把數個能量炸彈埋入隕石 到計時然後撤離到安全區引爆 據這個觀測儀 距離隕石撞擊星球還有32天左右 問題是你了 我們為了給這個計劃完整實行 我們需要進行兩次往返隕石和地球 第一次為深入觀測路徑和探測隕石的質量 第二次為實行爆炸 所以第一次需要多調查一起同行 這次我們希望大悟和我一起同行 嘩有得上太空 嘩這真的是你們計劃的全貌 你是誰看來不像遊客 嘩 我是希加拿 只是你們一位小粉絲 夢想是太空旅行 抱怨是小女客 我們正在進行十分重要的會議 嗨可以見到你們 看來我們想到同一個地方 你們都很忙碌嗎 我知道你們計劃 在超古代的精靈危機前 你們就知道尋射這張撞擊的事 但你們居然想隱瞞世人 科車這個宇宙是非計劃 尤其天大的秘密居然想隱藏到何時 我在上一次火牙隊襲擊宇航中心 就已經讀過你們計劃書 我們是新生的火牙隊 沒錯,我們是新生火牙隊 雖然赤焰蟲不再領導 但我們的組織不會因此瓦解 你們居然搶走訓練師的時石 時石? 鎖時石 連我的手環都 沒錯,我們時事拆過了你們會需要 實際上德文公司都一直調查訓練師的資料 誰擁有石,誰可以Mega進化 一切都已經標記了 你們估計預先已經準備找他們幫忙 但很不巧地我們幾乎把所有名單的時石都已經搶到手 所以部分擁有時石的訓練家都還未記住在名單 但我們知道你身上都有 前聯盟冠軍先生 父親居然早已秘密收集這些資料 現在不是糾結這些事 火牙隊,你這次目的是甚麼 博士,你們都打算重演3000年前的歷史 而且這次你們計劃正打算犯一個比過去更恐怖的錯誤 人類第一次想使用該死的技術已經是3000年前的戰爭 犧牲了無數的生命,你認為這對人類好 如果我曾經說過,曾經聽說的語言是真的 你這次計劃更差 這位小妹妹,你寧可我們只坐在這裡 扣十指緊扣著自己 等到尾石來撞擊我們嗎 對於這位前冠軍議員,你真是相當單純的家課 我想我要將希望寄託在我們新聯盟冠軍身上 又關我的事 好,將他搶走 嘩,真是 有沒有可能打不贏啊,大哥 你兩隻色Mega都不夠我打吧 一拳都打死他,糖招 真是輕鬆吧 真是 不為新聯盟冠軍,就算沒有這個Mega手劃都要這麼實力 找石到手,私人撤隊 嘩,不為新冠軍,但作為傳承者我都不會輸給你 這個好像有點難打了 應該有點難打了 好,真的來出替身 才有劍鬼出來 劍武 逐流,這些基本上不要減什麼就可以了 唉,完成了,準備輕鬆了 怪我龍,影偷吧 七次青鳥影偷吧 陰波龍影偷吧 嘩,打不中 報榮員影偷吧 好,孤流流 聖劍 搞定 找個碎片還給你 德文公司做的事是錯的 這個他們血耳類的結晶,無限能量的使用方式 這種毀滅性的使用方式 就是他們搞盡腦子想出來的方法 拜託他們需要一些想像力 在讀計畫書後看到 他們的能量釋放後 附裝對星球有多大危害 嘩,碎片很容易突然 得到你紋路隕石 突然這個響起,被量起一陣光 紋石的紋路發生了變化 或者在戰鬥之間感應到什麼 先把這個隕石還給你 撤退了 OK,我已經知道他們的藏身之處 就交給我 好,雖然找個碎片被人搶了 但是跟剛才的戰鬥中我觀察到 他們身上有碎石的衣服 那些顏色和氣味我肯定是流星瀑布 更加確定了支持我的情報 他們過去似乎是流星瀑布 趁他們被回復,將他們一網打盡 我覺得流星瀑布等你 OK 都挺緊湊的 即是這個衣服 即是這個舊的寶石衣服 那些劇情 你看到呢 一浪自不浪 這個挺有趣的 好 雖然最後差點輸給他 但其實都還沒輸得完 因為我還有一隻獅子在這裡 但獅子其實 我還有一隻獅子也是廢 即是我的火獅子 因為特性不行 如果可以改的話 我應該會改掉 好了 我們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所以我們下次繼續進去 擊破這個 新生熔岩 這個火岩隊的秘密基地 拜拜